大家好, 黃太太 待會全日專家寶哥 就會上來教我們煮菜 你想了學煮什麼味道嗎? 想了煮帶子 為什麼會想學煮帶子呢? 因為我老公喜歡吃 很甜蜜, 只想老公喜歡吃 我知道煎帶子有些困難的地方 好像火候很難掌握 但不要緊, 寶哥會教我們竅門 現在我們先聽他介紹一下材料 我們先吃吧 好 材料包括刺身吸帶子 彩椒, 蒜頭, 乾蔥頭 菜脯, 韭菜, 蜆肉, 酥皮甘棧 調味料有鹽, 砂糖, 胡椒粉 麻油, 生粉, 蛋白 你會煮給我吃 很幸福, 所以你就學過煎帶子 來回饋它 寶哥, 應該怎樣煎帶子才可以 很簡單 將它打平放 用什麼火最理想呢? 因為全程大火不快 煎到兩邊有色就可以了 它很厚, 為何煎很久 不會… 按它…如果有硬分就可以了 更軟就不行, 更生一點 它真的有很多水, 剛才你說得對 對 好, 可以翻了 表面很脆 是不是很金黃色呢? 是 寶哥, 怕不怕不熟嗎? 不怕不怕 對, 很厚 現在壓下去也差不多了 不是 你開始硬了 對 硬心也是代表熟了 硬心已經熟了 對了 好, 明白 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不要再煎了 好 先把它打開 好, 試試一下 帶子很鮮味 你覺得怎麼樣?黃先生 我覺得非常好 我太太煮湯很厲害 現在吃完也這麼棒 她特地學做這道菜式給你吃 真的要謝謝老公, 謝謝你 你覺得自己煮得怎麼樣? 我覺得自己非常好 很棒 我覺得自己非常好 很棒 你覺得有什麼需要改進? 可能油沒有彈得那麼厲害 是, 如果學會了 你會不會慢慢煮給老公吃? 也要看她乖乖 好, 看你的表現 寶哥, 你對黃太太這個學生 會不會有意思? 對於初學者來說, 非常好 可以的 好…我們繼續吃 好…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